在小小的花园里面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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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哗 竟然敢在师父面前上演这一处 武力冲浪都冲到师父面前 那确实是不能怪老郭当场给他一脚 但你还别说 老秦比伙起来还是那么的帅 只是站在一旁的二哥 多少是有点不好意思在身上 不过说起德文社反场了 那必须再看一下 二哥唱歌跑调的经典场面 唱一个求佛吧 好 一旁这郭老师肯定没想到 不仅是徒弟们反场的时候 霍霍自己 就连徒孙都不放过 哪怕是有着德文小先生 这般稳重称号的酒粮 都能随时刷新郭老师的认知 酒都凉了就吃菜吧 可拿个筐来扣上这吧 这是个妖孽这是啊 可以了 可以了啊 妖娜的舞姿 加上妩媚的唱腔 声哥着实是没想到 酒粮还有这样不为人知的一面 小小的花园里 哇呀哇呀哇 就小小的种子 开小小的花 在大大的 可以了 在特别大的花园里 在特别大的花园里 你是不是又会呢 你不是还会别的呢 还会什么 心里种加一个种子 大啦丁大啦 她能实现小小愿望 又生气魔法 听说每个小孩 都都忘得到她 准备了 哇哟 你其实先吧 虽说哇呀哇呀哇的没唱好 但唱起另一首儿歌的张赫伦 倒是熟练得很 不仅是张赫伦 秦小贤紧跟网络热度 作为德云副总的 阮云平 也会被自家师弟秦小贤给带篇 万丈高楼平地旗 辉煌只能靠自己 社会很单纯 复杂的是人啊 卵哥一扭起来 别说是台下的观众吓一跳 就连站在台上的师兄弟和师父 都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 这还是我们认识的卵副总嘛 不过你还别说 打破了我们认知的卵盘盘 也算是彻底地打破了自身的枷锁 是彻底地打破了自身的枷锁 谁能想到 放着自己原生的月月 都能错过节拍 果然是应了那句 追不上的燕子 留不住的刀 进不去的拍子 说不清的包 不过月月这么容易错过拍子 但认真唱起小曲的月月 依旧魅力十足 学不会我的妈呀 我下午学下午了 三位老师您先别弹了啊 我先进去之后 您再阴着跟 好吧 咱们坐 手腕拖晒 只要生童娘 你快过来 你姑娘又见 能把一旁的闲事逗笑 月月确实是有点本领在身上 但要说起月月让我印象最深的唱歌场面 那还得是坐在舞台边缘 一边唱歌一边目送观众离开的月月 一回声二回首 我要唱着送大家离开这个剧场 真的超级不想走 再放一遍 一回声二回首 三回我们是朋友 你是朋友的 别放手 再看一眼月月的观众 不舍得离开的月月 这互相奔赴的感情确实好磕 对了 这个月13号 我也能现场看到月月了 有什么想转达 评论区告诉我 我替大家写给月月 当然了 前提是我得挤到前面去 你喜欢这样的德运社吗 评论区得告诉我吧 今天又是期待酒粮 来看我视频的一天 喜欢的话点个关注呗